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阮大苗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到一些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头的节目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求一条出路 能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就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就着问题 是深入点去讨论了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物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其实就是继续我们两个星期之前说的 特首的施政报告能够帮到香港多少呢 那因为我们始终想一下 施政报告是特首是一年一次的 将一个香港发展的重心是说出来的 那人家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报告 我觉得我们轻描淡舌的 一个节目里面 讲出问题的重心 其实很多地方是大家可以深入讨论的 因为我们的节目经常都这样说 如果你是当事人 那你会怎样做呢 你是不是认为你会做得更加好呢 那我们不只是批评一番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在这个题目 大家再深入点去想一想 因为其实香港出路 香港的更好大行动 其实最终最终最后都是这样 都是做一个我们认为香港的 应该怎样做 就是说我们的香港 我们的香港进口大行动 我们香港出路的施政报告 应该会怎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其实特首的报告里面 提及很多很多点 其实我们可以详细一点 逐点逐点大家去分析一下 想一下那个问题在哪里 还有我们是可以怎样去做得更加好的 OK 今晚就除了王岸言之外 还有李永康 我们会三个人在这里再想一想 在这个问题再想一想 那特首的报告在我手上 大概28页子的 那我和大家上次都提过 那我都很少我试过 所以我将一份政府的报告 从头到尾看回看完 那这次我当时真的看过了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都很涉及 我们香港进口大行动 香港出路过去讲过的 设计很多这方面的 但当然有些东西我自己个人 可能认识都不太够 但我想我三位 我们三个人之中 肯有办法可以去做得更加好的 那先稍为 就是我作为一个一个引言 那我们说特首的报告 那图的重心就是说 我们香港就是一个新时代 那这个新的机会 当然就不会一日之间带来财富 那我们就是香港 既然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香港人要做一个新的香港人 要紧抓那个机会 不要令这个机会放过 那他跟着呢 又有三个目的 那三个目的 第一当然 就是以那个要坚持在 经济发展为首要的目标 还有要务实地 不是空谈地说的 就是不是往上一步 要做得到的 这是第一 第二他说 发展是一定要持续的 平衡的 和多元化的 那这个也挺好的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这样的说法 那第三 就是说 我要坚持发展 一定要达到社会和下 让不同阶层的市民 都可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那我们知道了 就是 香港虽然在那个数字上 那个经济 那个平均是一直这么增加的 但是我也都知道 在我们另外一个 就是看我们社会 发展得好不好呢 就看我们一般人的贫富余殊 方面的问题 也都看到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这个就是 跟特首的目的来说 就是要多元化发展 以及要让不同基层的市民 都能够分享到的 那就是他都知道 最终我都应该要这样做 就是作为一个香港的长远来说 不是只是表面的数字来增加 而实际在在 真的享受到香港的成果的人 可能是偏袒于某个小部分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有三个目标 这个目标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有意义 但问题是 他跟着他提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上次也提到 他其实很多方面 因为香港近来发生的事情 他都企图去回应一下 譬如文物的保护方面 最近我们香港很多市民都走出来 反对现在的盲目的牵擦 这些文物 他都有多点回应 他也强调 要基建的发展来带动经济 这是很重要的 接着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基建 哪些基建他说的是哪些呢 这是十大建设 香港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建设 好了 接着他也说 在处理贫富的财政 分享的问题 他的重心也叫做人自助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简单来说 教人怎么去钓鱼 不要只是派鱼给人吃 其实这些东西在表面上说起来 我相信没有人会质疑 问题就是这样 你说要务实做到 而他所推荐的方案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这些东西呢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具体一点去看看 或者可以逐步逐步来看 李先生 在商界方面 我想提到一点 当时你们看到报告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贩布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地方 在报告里面来说 他出的点 但其实有一样东西 尤其是香港今年 我每天都说 每天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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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报告没有说 哪样 通胀 香港将 我们将会面对高通胀 4-5% 好像是 不是4-5% 我告诉你们 当然 由香港政府通计公布的 更低 2% 我自己观察就比较高 当然是高 你想一想 今年所加的东西 我全部都见过 至少都听到百分之十 很简单 但茶餐厅加了一元 其实已经是百分之五 你计算一计 我们今年全都见到加的东西 很少不加一元 即是吃茶餐的 全部都百分之十 屋初当然不止 需要留意也不止 我告诉你们 最近 最近我是带人去找商业的楼宇 去看商业的楼宇 去看商业的楼宇 即是 那个厉害的情况是怎样呢 譬如我看IFC 第一期 我去看楼宇 即是我们几个人去看楼宇 我们一看完 立即第二批人 又去看楼宇 这种这么厉害的情况 在97年就试过 刚刚十年 是的 现在商业楼宇的租金 不知道租金 买的价值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将来看到 因为每一年 香港土地处都会有 需要楼宇有多少尺 住宅楼宇有多少尺 现在香港有很多公司有钱了 他们一定会要求 他们的写资楼 upgrade 是 而且 一旦有钱了 亦有很多人在股票赚钱 一定会在住宅楼宇有更好 即是 你住八百尺 就住一千尺 一千尺 住一千尺 住一千尺 九龙就住在香港 是这样的 即是我们将来 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通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港币的价值 越来越低 你不去 即是说 如果以这样的通胀 向前的方向来看 就算 如果你就这样 将那些钱放在这里 不去买一些内容品 或者买资产 那你的钱 看起来很快 就会贬值得很快 那对商人来说 你刚刚说 看楼 做生意 就 这个问题 有些钱 即是不值钱 但对小市民来说 即是究竟 普通人 有没有 5% 10% 的 人工增长 适应这件事 是 这件事 就是问题所在 即是说 将会有一些 由中级以下 那些工 就算在那里做 他都没有心机做 你可以想得到 譬如我今天 我走过来铜锣湾 我看到很多 那些店铺 全部都聘用 Junior工 譬如 是慢慢没有人做 因为他想做都不行 譬如我 只有4-5千 他在另一个区 来上班 1000多元 给得吃 给得交通 他都没有钱 拿回去 失业率低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些工是多了 反正大机构赚钱多 就聘用多些 限集 散工 但他给人工 就是这样的 他来说 大机构当然 就不介意 给这些钱出去 但问题就是 他是给得这么低 有人做 供求问题 他没理由给多 现在 李永康提出 根本是 没有人想做这件事 是吧 那些工已经没什么 没什么心机再做事 是吧 见到不做事 在股票那里 你才会不断的请人 整天都是 不如他找了一盏 他走了 又再请 他不断的请人 是 我记得今天 在茶餐厅那里 初步前面的女人 就整个数字在那里 不断的打电话 他说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就是很奇怪 他坐在茶餐厅那里 拿着电话 他很仔细的 写得很清楚 我当然不好意思 看着那本部份 写什么 但你也知道 他在做市场交易 我也看到 前一派在报纸上 中国方面 有个巴士公司的女职员 他说 我不想再受气 我就宁愿去炒股票 炒股票 我经常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到 炒股票 当然不是持续的经济发展 我经常这么说 你说 那个经济是不是好呢 我感觉上 起码我们认识很多人 里面 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大分别 很容易看到 当然很多业主有机会就放民家 很多人都觉得 都不用做了 又是做回地址打工的话 不如就收拾了算 那我们是很快的 以我回来香港 这么多年来 20年了 我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那些 那些 cycle 我都见过 起码都几次 好了 你跟着呢 你一路走 见到那些 这间都收拾了 没多久呢 就有些人走进去 跟着呢 你见到收拾的店铺 越来越多 好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大厦 写着楼 都是的 有些人说 哎呀 然后将他加了20% 30% 40% 加了别人的 那很多人当然算了 是不是 就是做什么鬼呢 就是等于白做 那好了 那你跟着呢 见到很多这些 这样的 这些楼 是空了出来的 在我们这座的大厦里面 已经见到很多人 空了很久了 就是所谓经济好之后 没了之后呢 半年来都是没有人租的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 是不是真的经济好了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续的 发展的经济呢 我整天觉得 是个数字来的 是吧 就是股市那方面 很多人 很多公司在这方面 可能赚到这些钱 那就好像是 经济好 其实呢 我觉得是 不是的 就是经济从来 怎样可以走上走落 走上走落 是吧 好了 那我还在哪里看到 比如说十大建设 那它是十大建设 那 那当然 我们知道 很多政府 都会用那个基建 是作为一个 推动经济的手法 那这个是一个 在经济学里面 一个常用的手段 那 但当然 很多经济学家 都说出来 你不要为了建设 推动经济而建设 如果你建造的基建 用了几十亿之后 是根本没有人用的 其实呢 当然 那个经济不会辞做 跟着呢 会有反效果的 那也都有人说 现在好像澳门的情况 是吧 就是澳门当然很特殊 是吧 有很多很多这些 这样的 赌场 那些大财团 要走下去 那所以很多 大兴建设 但是长远来说 如果我们 大家都知道 那个赌场的利润 就是大家这样争发 那我已经听闻 就已经靠那些 豪客赚钱 已经是很难的了 开始就看那些 小小的 拉一下角子 老虎机 那些客人都拿了 那样 那我们都知道 那些豪华的装修 那些酒店的设施 根本以它那些 那些价钱 根本是拿不回的 只是靠希望你去赌钱而已 那也都有人提出 澳门 如果处理得不好 这些责任前性的蓬勃 长远来说 都会有问题的 好了 在我的立场来说 就是如果以香港政府 这个非常浪费金钱 不懂花钱 乱禁的政府 我反而 如果他把钱 就放在基建里 那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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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基建 没错 很多时候 如果基建 是一个没有效益的基建 是浪费金钱 是的 但是如果那个基建 有效益的时候 我们需要那个基建 他扔够钱 做出来 因为虽然它是有效益 但未必有人去投资 例如现在西埔铁路 西埔地下铁路 没有人去投资 因为西埔线 西埔线 西埔线 它上面没有上盖的物业 就是西环 西环 西环的地铁线 将会建的西环 地铁线 没有上盖物业 如果没有上盖物业 如果没有上盖物业 地产公司 不是 基本上是政府全资 拥有了 因为百分之七十多 香港铁路的股票 将会改名成香港铁路 没有地下铁 没有了九铁 12月2日 就改成香港铁路 其实香港政府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股权 百分之七十多股权 百分之七十多股权 各位都是大股东 基本上 我说了很好的实例给大家看 就是在中环的楼梯街 那个行人天桥 你见不见 是的 当时建的时候 很多人反对 因为当时建的目的 就是方便的人 由中环上去上面 不用搭巴士 不用搭巴士 以及可以有一条很漂亮的电梯 走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以这个目的来建的 是不值的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现在 周围 沿着那个这样的楼梯 全部都开了很多商铺 包括一个很小型的中环的SOHO 新的SOHO 除了南韵方之外 就到他了 是的 那真是带累了经济效益 是的 有很多时候 政府的规划都很差 看到基建出来 其他的小商人 可以帮他把本来没有什么效益的基建 应成有效益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大如山的吊车 行不行 大如山的吊车 停了那个 甚至 你认为他会赚钱 第一件事 你敢敢回答 我就不回答 我就不回答 因为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个吊车 设计有问题 设计有问题 可以改 起确也可以 但是 这样的吊车 现在是没有人承保你的保抑 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事 跌倒 政府 政府保 但是你想想 这些保费可大可小 那谁敢签那张保单呢 现在的情况 都不是很大 因为你跌下来 坐满人 三个人 就是跌下来 一个人 三个人 陪十个人 其实没有必要有十个人坐满 七个人左右 一个人 两百万 那是两千万 跌一千万 政府保了他就可以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政府是 是一个 有人去监管他做数 你不可以这样 突然签一张保单 是无限大 一定会被人查理 一定会被立法会员查理 即是那个基建就失败了 就是带不起的 很多基建都很惨 例如 米奇老鼠落园 是 当时香港的经济低微 好像一线希望 做些事好 什么都不做 这件事就很大问题 做些什么好过不做 其实做事只有两个 一做对他 一做错他 一做错他 你千万不要说 找些事来做 这是很大的 那时候就做了很多 跳早市场 你记不记得 现在就不知道到哪里了 黄蓝仙也做过 上华也做过 计德也做过 计德也做过 当解决就业问题 就死了 那时候又说 借钱给大学生创业 幸好大学生聪 没有人 说他们有去摆年销 那些就可以了 他自己搞定 其实不用你教的 每人证 每一毕业创业 基本上没有人意 想起来都不等待 现在的基建医生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 这些全部都听过了 我一向没什么跟随 我只是有参与一点 例如他说的 第一个就是 深圳珠江三角洲 铁路和道路交通网上的联系 这个就是十大经验的其中一个 会巩固香港周围全球城市的地位 那其实他问准别人来没有呢 我相信大家合作 不是合作 不是合作 不是突然间你说是 所以他这个计划 还是已经整了 整了 如果整了 大家留意一下 看这些政府的东西 有些东西说 只有一个趋势 曾蔭权也很厉害 因为如果你是这么大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突然间说整出来 你当然是谈了很久 我们根本的新闻都没有留意到 是吗 我也是常常说 这些大计划 但是就不会说 喂 现在很实际 这条铁路出来 他估计一下 他说这个项目完成 投入运作至成熟阶段 可以为每年为香港经济创造 一千亿元的增加值 大概是相等于2006年的本地生产总额 是7% 同时可以为我们创造额外25万个职位 这么厉害 整十大审量25万个职位 只是这个计划 这些也是说的 比你迪士尼那时都说 可以制造什么财富 这些全都只有港字 其中一个 南港島线 南区市民一直大力争取地铁申请至南区 他的估计是 要7公里长的铁路 要超过70亿 去建造 2011年动工 动工 不会辞于2015年投入服务 即是9年后的事 2011年2015年 加上即将拍板的西港岛線 港岛铁路的网络 会更趋完善 即是十大里面有两大地铁的计划 地铁不会今天突然计划出来 这些不是计划了很多年的东西 很久了 沙田到中环线 我也奇怪 这些沙田到中环线 这个2011年又可以动工 沙中环线 会经过东九龙 贯通新界东北部和香港岛 这是另一条线 医生 真是用常识想想想 你很不可能 曾任权会说 我做大事 就会把这些计划给你 这些固定了十年 即是你看看 即是将来香港有这些会出现 不是 是早上计划了的东西 不过早点拿出来说 即是现在每天 政府部门都在计划 下一部起什么 起什么公路 什么成本 只不过有些 当然只有个计划 因为你太多钱了 可能日日要起多个水航 这些是先说 但这些是早就有详细计划 现在他拿出来说 他不是因为他上场而起的东西 当然了 他也要告诉你 香港可能有些可以做得到 还有一个是跨界基建 即是港深港高速铁路 这个会国家下 兴建长达一万二千公里的高速铁路网络 连接各大城市 这个铁路在香港还是在国内 当然这是国内 现在是三百公里的 他说我们全力推展 由西九龙伸延到 廣州石壁的 港深港高速铁路 这一部分和香港有关 香港起一部分 2009年同工 好了 还有 港珠澳大桥 这个真的说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说了 梁霜 深圳市长 港珠澳大桥 是我们首要推展的项目 这个大型跨界的项目 不论在范围、规模和复杂的程度 都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三地的政府将会付出努力 逐步取得成就 这个工程可行性研究 已经近二十多个项目 如下来的工作 之一就是财务的安排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在短期内完成财务的研究 并召开专家小组的会议 讨论的研究报告 我这么没留意都知道 那时曾经试过 珠澳市长 九七年前 发恶 说问了你香港 就是 陈大当政的时候 说的都不理他 他说我自己起了 我起了一半都你不博 香港就说 喂 你那条博来 博到我青衣 那些地方 那我的道路如何 我的基建如何 我要配合 香港一直是拖的 过了九七年都还可以拖的 但是到今天 说真的 其实有没有用 很多人说已经没有用了 为什麽 因为那些人经物流 是经了广州 去的了 这个珠海 已经不一定要经香港 出货 他已经有了其他选择 现在你扔这个计划出来 你都过了两个星期 有没有听过珠海市长 或者大陆的官说 好啊 我们准备啊 配合啊 之类之类 没声没气的 都没有人和应 你过不过这两个星期 我相信 我相信 作为一个特首 是吧 有些事情很容易 一定是 已经说好才写出来 但是你看那些字眼是研究嘛 研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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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安排 因为财务安排都没想到 你说什麽 建了那麽大件 有很多钱 谁给啊 香港给多少 六百亿 香港给多少 珠海比多少 澳门多少 那他就要说那样 财务安排 那还没说 没说 你真的拿到去 别人可能说 喂 你给了吗 你给了没所谓 你一说这件事很复杂的嘛 那影都没有 那拿来到十大建设 即是二十年后 多数会起了的了 但现在来说 就是得到港字咯 好了 那还有一个 这件事是 港深 空港合作 港深 即是深圳 深圳 空港合作 即是必要研究 发展铁路的连接 赤立国和深圳机场的可行性 研究可行性 和经济效益 和经济效益 赚钱都不知 研究 目前有两个机场之间 有高速的盗轮服务 轻建折博的铁路 可以进一步加强两个机场之间的连累 即是只有一个研究 不是 还是你自己研究 他这里有没有说 已经和深圳市到达成初步协议 量解备忘录 可能性研究的意向书 有没有提过 我们特首有没有和深圳市政府已经高度 欣赏这个想法 已经准备配合 有没有 他自己都不敢说 因为没有 你自己说 我觉得一个特首 写过这样的报告 没有可能和人来沟通过 没有 那有他会说出来 你跟他不懂 讨论有很多方法 是 我和你见面 开会 或者我和你去另一个会议 顺便可以 在亚太区的经合会议 碰到头 我们不如快点起那条铁路 好好好 我带你支持 你连专家小组开会的记录 都没有 现在 两边派对专家来一起开会 工程师 经济学者 一起坐下 最少要做这些事 没有 都没有 我们听听完第七汉 港芯共同开发河套 和深圳一起建设高层协调机制 和发展洛马州河套区的可行性 早几年李嘉诚说发展河套 做工业区 等那些回流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河套 是做娱乐区 哦 为什么要 好了 我们休息几分钟后 再看看 这个报告方面 有其他大型的建设 逐样逐样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具体的事实 或者只有空谈 或者要有多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 好了 休息几分钟后 我们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 网均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 我们继续 我们今天又要再讲回施政报告 因为始终人家做了这么多功夫 我们就不应该轻描淡写 我们会一行行地再跟进一下 我们刚才提及到 港深共同开发的河吐 其实河吐是什么 我自己真的不是很清楚 是一个区的地方 河吐是一个地方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有草和有些小鳥 刚刚在香港和深圳的中间 是农地 现在是农地 基本上不可以叫农地 基本上是草地 荒地 实地 实地不可以做 实地在环境上很大 当年曾经因为香港经济不好 就想着在中间 河吐这个地方 用深圳比较便宜的工人 香港的厂家 中间在河吐区 在类似现在的工业村 是李嘉诚提的 是2003年5月左右 即是那支经济不好 还比较争坠 现在香港不做塑胶花 现在拿出来说 现在拿出来说 就不是工业村 就是做一个 叫做娱乐事业的城市 就是做娱乐 商业 以及高级住宅 将会成为一个 类似 九龙堂 类似九龙堂 但是你不要忘记 有一个非常吸引的地方 就是 因为它是在中间 香港和深圳两边政府 共同管治的时候 到底法律是跟香港那一块 还是跟深圳两边的一块 我可以说 这样一定是不行 这个地方到底是香港的地方 还是中国的地方 中间 他好像没有说到要吃人的一块 是不是 以前有一个河 拿河 夹着两个地方 河中间就有特地 这样 是吧 即是河就做边界 河中间有特地 所以就中间 其实我们的边界 已经是很模糊 以前有一条 叫深圳 羅湖 羅湖 深圳河 一边为一边 加着桥 桥的北边就是大陆 桥的南边就是香港 我们唯有铁丝网 那时候是很清楚的 但是根本现在 有一条铁丝网 但其实不是很清楚 但是 也有的 是不是有铁丝网 我看到 有的 但是那个不是很清楚的 那条铁丝网 因为现在香港 已经被 香港伤害了 现在不用拗得那么厉害了 但问题 这件事 都是构思的 谁去管呢 是吧 是深圳的港部去管 还是香港的警察去管 是吧 一定要的 要 现在 即是 两个地方 所以 非常之好 你想想 如果那个地方 或者是独立去管 也不一定 那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 类似免税区的地方 哦 或者那里 娱乐社会 可以玩到很多好玩的东西 可以有瓶子 像九龙城寨那样 不是九龙城寨 不是九龙城寨 它是拉斯维加斯 不是九龙城寨那样 哦 那是挺有趣的 那是非常有趣的 那些担任机 是非常聪明的 想想想 想想这条路 这条路是非常好的 如果做得出来 哇 真是钱多到你不信 又可以花钱 过来的人 那里是一个 三一馆 很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可以拿回澳门那些 其实呢 类似中国当年的租界 哦 哦 即是等于上海租界 嗯 即是搞什么都行 哦 那很有创意 非常之有创意 那里你想想 还有一个好处 一定是 如果我在香港 或者深圳 发展任何的地 我要收地 嗯 我会想 你钉字 我会趕你走 嘛 底路 不用 不需要 把地图拿出来 终于划哪一块 就划哪一块 不用補地价 哦 不值钱 那些地 是农地 我发展下去 做到这些东西 就很值钱 当然 我们连农民都没有 其实基本上 不能叫农地 只有农民 又不需要 赔钱给别人 叫别人去让地 是啊 即是两边分了 就搞定了 挺有趣的 他写得好 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共同探讨 發展洛马州河套区的可行性 探讨而已 好行性 共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探讨 他是洛马州 他叫洛马州的河套区 这个东西我都不清楚 我都没听过 第一次见到 好了 他说十样的大基建发展 接着来到香港多些 例如其中一个都市的新发展区 包括我们西九龙的文化区 我们也看到报复章上的评论 他说 过去经常说 这是一个地产发展的project 文化方面 所谓的软件 一直都没有很详细来探讨 我们觉得 其实文化的东西 我觉得 是一个地区性 在任何地方 哪一区都应该在发展的东西 不能够说 一个文化 就要有一个大的基建之下 才去正式发展 所以有人批评 表面都是一个硬件的发展 软件的文化发展 其实香港都没有好地做过 文化发展 就很难靠政府去推动 是自发地发展出来的 是 就是文艺 有些人的素质 你怎么是靠政府建几个建筑 可以 那给一个地方做一下 是吧 以前我听过 以前香港有些政府 有些 那些 那些 stores warehouse 荒废了 很便宜地租给那些艺术家 那香港有这些东西 那香港有这些东西 过去有 过去有这些地方 现在 到处都有 那些工厂区是怎样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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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楼收了地还没建 那些是怎样的 那些 舊货仓很多的 其实要找这些地方 不欠缺 这些 总之他就要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早几年 曾蔭权整了个西九个大计 结果立法会不通过 那些是收回的 那些计划是怎样的 不知道 整个天幕 哦 天幕之话 不正实际 说回西九个大计划 现在有搞过 那些 这个是同一个地方 不过 那个建设 那个是比较上 大白杖 那样 就是 维修方面的问题 那时候也有个实质的计划 我现在又是说 是吗 是 那时候 认为认为计划不够好 那就是另外再计划 那人说交给财团 几个财团头 人家出到很仔细的计划 那后又好像说 官商勾结 那些夸轮之后 就倒下了 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想过 所以这个不是大的 新计划 这个很久 说了很久 好 那我们会怎样想呢 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大个机 就是 起码有个 有个 有个地区 那当然有个 有个建设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他那裏 那裏 那裏是准备搞文娱 这些东西 那就是 基本上是给地方人做这些东西 是吧 是咯 是咯 那就搞咯 不看他做出来怎么办 就是等于一个住宅区 不过呢 他就除了有商场的戏院之外 就有剧院 有歌剧院 有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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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型的剧院 就是好像香港 尖东那裏 有那个 太空馆 类似的 那样 那些是政府自己 一手一脚搞的 那现在就是 不是意思之外 那些 那些 建筑界 商家 去 就是他们帮忙做 一部分 是给你做 地产的发展 屋宇的发展 或者 贵一些的楼 那 那其他方面 就顺便帮他做这些 是吧 早几年的西九计划 就是这样 是的 那不然怎么办 那怎么办 都可以的 不过你要自己 规划给人看 那他现在 有没有详情呢 以前他企图做过 那两次都失败了 失败了 那如果是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继续想 我都没想到 他当作基建 那怎么是基建 也不一定是建的 怎么是基建 上次已经失败了 是吧 那我们自己会想 有没有想 怎么会好些 我们没有那些经验 那有什么可以 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我都说过 不是因为 我需要 那些人去做 麻木去做基建 是的 很多经济学家都这么说 完全不应该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人 是不是需要 一个 文娱艺术区 所以呢 那香港其实也有 不是 香港人是不是需要 一个这样的文娱艺术区 用这么多钱 很多人说不需要 哦 很多人说不需要 你给钱赞助小团体就可以了 是的 这些是益助大剧园 大剧团 那些艺术家 我请那些人回来 有的 没错 没错 那本地的艺术 不是这样发展 本地的文化艺术 不是这样发展 哎呀 又问政府拿钱 又不允许 又不允许 本地的街头剧团 又不允许 又不允许 但是这些好大器工 那些就很兴奋 这样做了 你做了大剧园 做什么 你香港人有多可以听交响乐 没有这个文化气质 你做了红馆有多可以做什么 即是做体育的 不要说 如果说交响乐 就算现在流行乐 香港都没什么 怎样做的 你知不知为何 因为香港人 现在 譬如张学友 他都不喜欢在香港开演唱会 因为 找不到什么钱 但如果在上海 又不想 上海大剧园 你知道他收多少钱一票 那他最便宜 最便宜是600元 香港你做不到这个价 即是上海比香港富裕很多 上海的人肯花钱 上海为何可以这样做到 因为上海有些漂亮的剧园 孤知然有漂亮的剧园 但市场够大 做得起产品 香港有几百万人 这么多娱乐 这么多东西 你再做高雅的东西 有多少人可以玩呢 即是很简单 以前在铜锣湾 没有一个夜总会剧院 有一个歌舞剧场 非常大型的剧场 不是妮舞台 不是妮舞台 我以前也去过 就是大型的歌舞剧场 总会认识 是毕丽公 毕丽公 那就是這樣 都維持不了 香港以前有多戲演可以做粵劇 現在全部都沒有 很簡單 我一場歌舞劇 收票 你做多少錢票 但如果我做商場 他不擺檔 我都收了那麼多錢租 因為養不起VB 所以現在你說做幾個劇場 有劇場沒有劇團 那為什麼劇場留下來 那就是津貼別人 津貼別人 津貼別人 只有幾十人看 那都滿 很難滿 幾千人怎麼滿 現在就算你在香港 肯出錢 請外國 好的劇團 好的劇團 好的藝術 來香港表演 他們都不想 文化水準這麼低 不是 因為如果要做來香港 有很多個巡迴的演唱 巡迴的表演 即是Juice 但他們的站 以前香港都有興趣 但現在他們不是很興趣 第一站 如果在大中華區 第一站有興趣是上海 上海才能賺到錢 好了 如果我們 已經知道我們 就快讓上海 一步步來 取編 我們 我們不是要做一些事情 二十二十不是取編 北京上海 文化水平一向高的香港 本地也有很多 不需要和別人爭 文化水平低 你怎麼搞劇院出來 這樣就可以提高文化水平 我簡單地告訴你 我們一會兒去銅鑼灣 隨便找一個人出來 叫他講十個 近代畫家的名字 如果他願意講到十個出來 我就 支一百元 他一定講不到 你找一兩百個都找不到一個 他一定講不到 講十個 因為我最近都去過 中國那方面去學校參觀 學校本身的表演的水平很高 四十樂樂 這個沒得說 是一個學校 我們香港人去唱歌 家正會唱歌 但看到別人是真的 所以這樣講 這個藝術的東西 不是用基建推出來 也不是錢可以做出來 這是整個香港的教育 這些人有我便算 我覺得無需不興奮 好了 這就是第八項 第九項 大部分都是 正如你所說 從中國大陸有掛勾的機場 發展 其他機場已經兇了這麼多年 我們都去過參加 即是在機場裡不同的活動 都去過 有次就是那些超室市場 有時候那些奸營華會 那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用一下用一下 也有段時間可以開 那些小型高卡的汽車 來玩一輪 好了 最後最終的 要將它安置得好些 想著興建一個郵輪的碼頭 我也都看過那個計劃 指數是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有商場 我們現在的Ocean Terminal 那裡 就是好像 海運大廈 好像比較小一點 還有水深 可能真的認真 外面的大船 可能都擠不進 好了 它就有這樣的計劃 那這方面 就是 游輪是一個新的旅遊方法 那在香港也有很多 去東南亞區 越南 菲律賓 那都是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可以 發展的項目 那最後呢 就講個新發展區 新發展區 好有趣 因為我們有很多 比較上 規模大一些 譬如屯門 沙田 傳統的市鎮 這個新的發展區 規模會小一些 比這些市鎮 大概四分之一 大小的 會提供住屋 就業 高增值 和無污染工業的不同的用途 那就是 很明顯 譬如有些地方 好像 古洞北區 粉嶺北區 平邪 打鼓嶺 洪水橋 這些 新界做了很多 這些 小的 鄉村 那些地方 它可以再發展為 這些 新的發展區 這些 香港 我想都是要走的 那些 丁屋 那些屋 那樣 我也不知道 為何還要開新區 人口又不是增長得快 又那麼多重建 市區的樓 都很小 幾十萬人 老大說 那你搞一個新區的特別意義在哪裏呢 你先搞天水圍 即是 他說得對 他以前建這些衛星城市 我們小時候 是的 他的意思就是 這些區本身有工業 有商業 是的 那些人口在裏面自給自足 是的 即是不是他需要的 但現在這些屯門 元朗 還未搞得到 即是不平衡 都不是做到他的衛星城市 完全不是的 那些人還要坐車出來 中環去市區找工作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發展不起來 變成住宅區 工業區又不是 以前的工業區 就變成住宅區 屯灣 觀塘那些 是的 那些工業樓要很兇 即是 構思應該是很對的 但你說以前的區 你都搞不到 那你現在為何想著 有個高增值的 無污染的工業區 又住人 又可以安居就業 那我搬去住 如果是 是 行不行 先說一下就業 我說不太相信 因為你這麼多十年來 都是失敗的 所有工商業 都是集中在市區 還有集中在中環 即是最高增值的工作 全部都是在中環 灣仔 銅鑼灣 旁邊這些 但你說香港 能不能夠有一個平衡 可不可以 就是去到 觀塘或者新蒲崗 這些 傳統的工業區 都沒落了 變成住宅區 即是沒有辦法將這些區 本身可以 比如它不用坐車 已經在駕駛四分一 入息的問題 是 是 其實很理想 很好的 其實低身也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用坐車 但問題 從來都沒有一個區 可以做到 即是根本 以前做的都未做成功 全部失敗 又要再發展 因為起碼古洞北 粉嶺北 我現在還會去踩單車 有時候去騎馬電單車 還有一些空間玩這些 沒有了 都沒有了 平時 平時是踩單車 有些自然環境 去吸新鮮空氣 沒有了 都沒有了 聽說只有兩個交區 一個是南蛙島 一個是長洲 哈哈哈哈哈哈 葡台島 是吧 嘩 即是不仔細一點 看看 你說是不是更壞 為求發展 想起一些東西 是不行的 失敗的 醫生 我們不是很 即是你記得屯門 其實我們不是很久 建屯門公路 這樣 但都是二十幾年 當時整個構思 就是屯門希望有工業 現在屯門 你想想 是窮的住宅區 把那些人的公屋搬到那裏 即是目前那個 過去的都未成功過 未成功過 未成功過 那些人依然要搭 十幾個 建大公路 讓那些人可以出來市區 想想 你想想 即是這些衛星城市的設計 從來都是失敗的 香港來的 那你現在 即是沒有把握 搞這個新區就行 你都搞定那些舊區 你為什麼不接 把商業 武業 即是沒有任何區都行 你擺在觀塘都行 你在那裏發展一下 想些東西 是吧 那些小工業 讓那些人不用搭車出中環 已經差很遠 沒有想到這些 想不到這些 那你現在說 整個新區出來 憑空設計一個新的區出來 你又把握令到這個區 安居樂業 工商百業興旺 即是生態平衡 就業環境自給自足 不可能啊 真的有時候 我們不去探討一下 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二十八頁子裡 是我們說到第六頁 都是廢話 都是 外面的評論說得這麼好 那些評論很差 很危險 你用老的想想 就知道 我們不去想 いき心一點 發現這些事情完全是 就是 你和尼文是有 sum 太 就煤ちょ暫滑了 看得很棒 好有希望 可憐呀可憐呀可憐呀可憐啊 好啦 這個事情我們不能輕易放過 二十八頁子 只是說過第六頁 那時間關係 我們下星期就會繼續 记住,我们本来是每星期五晚的,我们将会改到星期四。 如果你们未有机会看这份报告,也不要以为这件事过了。 真真正正的,香港的将来都要靠我们每个人,切切实实去探讨一下。 好像在立法会还未讨论。 还未讨论吗? 不,其实事情还未完,你不要当我报告出了就算了。 香港人应该给时间去想,反正政治又没有什么要看。 现在正在辩论中,还未致借。 难道他有什么新的看到呢? 王岩然,你以前说,前一阵你经常说, 初初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很兴奋,很乐观。 你说看,等久一点,一会真真正正的问题, 人们会看出来说的。 现在暂时在外面,他们不懂。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两位,柳威姐姐,阿里珊娜, 和阿婆,一个阿沈的选举。 一个阿婆,一个阿沈。 好,好。 我们希望大家, 好有趣, 上次有些事情我们弄得不清楚, 我们网上的听众也告诉我们, 我希望有很多地方, 我们真的可能错了。 我们三个人都不太清晰。 大家如果有知道, 留言也好, 或者打电话来, 和我们再继续谈。 我们过去通常是星期五晚做的, 最近是星期四。 将来会是每个星期四晚, 九点到十点。 再提一提, 十二月左右, 我们再加上一个新节目, 叫做《自然疗法与你》。 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觉得, 始终自然疗法是我的所长。 但是我过去过几年来, 在这方面, 都不要太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然疗法到底是什么, 自然疗法能够做到什么, 可以解决什么健康上的问题。 大家如果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想知道的, 不妨打电话给我, 在网上留言。 因为我选择题目, 可以这么说, 《自然疗法》这个范图真的大到, 有时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最好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由这个问题开始, 我就一步一步为你们详细解答。 好了, 今天时间都说了七七八八, 一个小时都很快过。 但是, 始终施政报告里面, 我们说了很少而已, 28页子, 我们说了6页子而已。 其实, 还有里面很多很多的。 你们看到, 我们只要花点时间, 深入点去看一看问题, 其实里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一般表面的字眼, 可以看到这么简单的。 希望, 要香港好, 大家真的不要太过看事情的表面。 大家早点。 香港, 其实, 也有很多隐忧的。 所以, 大家不断想一些帮助香港的方法。 OK, 下个星期再继续, 多谢大家。